男子花1.2亿买大钢来健宝 97年花了多少钱 1.21亿 却当场被专家鉴定为赝品 不料事后专家竟提出低价回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宝贝又价值几何 先给探长点点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俗话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在如今古董越来越成为富人赌博的筹码 穷人翻身的媒介 众多古董专家更是凭借专业知识投机倒把 赚得盆满钵满 而在一期健宝节目中 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节目开始 一位大哥风风火火走上舞台 主持人健壮马上感慨道 哇好大一口钢啊 你对你的藏品评价如何呢 大哥随即讲道 前无古人后无来人 好家伙吧 真是小刀扎屁股开了眼了 节目中来过各种各样稀奇物件 还没人敢有这般口气的 见主持人诧异 大哥讲道 这个钢 大概是1.2亿吧 此话一出 全场一阵沸腾 一个破钢竟然能够价值上亿元 是谁给它的底气呢 主持人讲道 如果是元代青花的话 上亿元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青花词作为国粹之意 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点睛之笔 它始于唐代 属右下彩词 以氧化骨为橙色剂 在胚胎上绘画图案 照幼后经高温烧成 成熟的青花词出现在元代 人们常称为元青花 元代青花词白中泛青 其花清脆欲滴 是典雅肃静的人间瑰宝 让人看上去耳目一心 古人对此称赞道 白柚青花一火成 花从柚里透分明 可参造化先天庙 无极由来太极生 元青花之所以如此珍贵 是因为它是一个画时代的作品 是中国素词向彩词的过渡 它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了顶峰 开创了我国彩词的先河 同时自身工艺登峰造极 张力十足的纹饰 浓艳渗透的青花发色 清新而不俗 通体弥漫雄霸之气 强烈冲击着每个青花爱好者 而它的价格之所以水涨船高 和它存食量稀少也有关系 根据官方统计 目前全世界元青花不过300件 而画有人物的元青花更是孤品 全球已探明的不超过10件 听到这儿大家才恍然大悟 主持人问道 为何孤家 感谢啊 桂木 字幕志愿者 明镜需要一份 组做数损 多条件 反正 比较 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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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